對上次用手機 其實我每天都是用網絡 嘩 久到不記得 可能吃飯吧 不好意思 剛剛老婆生日我去了跟商會朋友開會 沒有跟她吃飯 糟糕 我想說一件事 電視台人工低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我不會怪電視台出這麼低的人工 因為無論她的人工多低 原來仍然是幾千人排在一旁 在商業的立場 我為何要比高於10,500 其實麗耀祥當時訪問 她說過一件事 正如PA 7000 沒人做8000 9000 到現在可能是萬多 因為一沒人做TP就自然加上去 看看有沒有人做 當加到某個數目 有人做了 即是市場價 原來仍然是很簡單的 原來再低一點 仍然有人做 一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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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仍然仍然排隊 電視台有甚麼問題 尤錶如果要做演員 其實我做到死都可以 只要你別跟她說錢 你給我機會,我埋位就行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們公司有很多同事 是在擲拖鼠上班 只有5000元一個月 入油夠不夠嗎 不夠的 那你說你真的要生活 你沒有能力,你沒有家底 那我勸你想清楚 到底是否入行 在一個官僚文化重的電視台裡面 它只要結果 你只是我的零件的一部分 你是人嗎? 你要休息嗎? 你做演員要精神嗎? 你就輸了,你做這一行 但你記住,這部攝影機就是要充電 充不到電就攝錄不了 是這樣的 專種?我已經出了薪給你了 其實有些事很唏噓 其實當時大家做得那麼開心 很微薄的收入 但做得很開心 當時我們談合約 他們說,沙士,公司生意下跌 要你們減減薪,減薪 你記住,我們當時談合約是 二話不說 沒問題,我們共渡時間 因為我覺得感情是比錢更加重要 但隨著連日過去 又清水灣那種 那麼溫馨,那麼有家的感覺 但一到將軍澳影城 變成一個死城的時候 然後一個 那種冷冰的感覺 是令到你完全變質 正如身邊的朋友都問我 你離開TVB的時候有甚麼感覺 記得我以前拍監瘡的東西嗎 出了這個門口,不要再看回頭 我記得那天我離開公司的時候 我不但沒有傷心,沒有不開心 是整個人輕了 演員21年,連臨水 即是超過20多年的時間 暫時30年 我可以說 原來我是一點的流暖都沒有 一間公司 最重要的,除了你的產品之外 其實是你的員工 員工才是這間公司的生命主體 而不是 你那三個英文字母 就可以天下無睹 這三個英文字母 是全公司的所有兄弟姊妹 努力得回來 才可以成為亞洲第一影城 但我們最失望的一件事 就是有人甘於 就是由亞洲第一影城 而甘於淪落為亞洲 包尾影城 他都覺得沒問題 可惡 我是說 可惡 演員 我是特地的 我們 directors